一早不见看病排队人潮 因为指挥中心24号宣布 不逃列为红区警戒 原来按889住12楼绿区的外科病房 却意外确诊 甚至找不到感染源 有一些病人其实是没有认出来 就进到一个非专属的病房 那当然也不能排除是 有医护人员互相的交流 使得病毒从内科病房 往外科病房扩散 按889被验出确诊前 已经在社区爬爬灶 就怕院内感染扩散到社区 指挥中心紧急宣布扩大拘检 1月6号到19号前 出院病患陪病者及找不到感染源的 按889接触者通通拘检隔离 14天期满裁检 至少匡列5000人 而其他到过医院工作等三类人 列7天自主健康管理 不过外界质疑 怎么不干脆全面普筛 直接找出感染源 最初期你可能要裁检一次 那另外就是到了接触以后 至少14天以前再裁检第二次 如果这两次都裁检陰性的话 应该是比较放心 你一旦进入社区 要靠社区裁检 几乎已经不太可能了 我们不太可能像中国大陆一样 验个几十万个人 我目前也没那个能量 裁检量能 男副贺 连专业医师都不敢直接断言 但1月12号到现在 布陶群聚已经15人确诊 延烧四个家庭 现在才宣布扩大拘检 会不会慢半拍 不管怎样 这是事后的一个补救 所以事后的补救 总是你会没有办法 补得百分之百完美的 二到三桌的时间 这段时间 如果我们社区没有再出现病例的话 就可以比较安全 新冠病毒狡猾难捉摸 防疫本就不简单 但破口出现得避免再扩大 指揮中心也只能步步为营 民众更要做好防疫 才能度过这起疫情爆发以来 最大的难关 环宇新闻 郭艳婷 黄云如台北报道